嗨 各位車友好 我是教師 區間測速又出包了 沒有錯 就是又出包了 這次出包的地方呢 是在桃園的龍潭台山縣 那有一台幾乎全運廠的R3 被開了一張均速142公里的罰單 很扯對不對 只是相較上一次汽車在動畫水道被誤開 然後依然線交通隊馬上城市急急出包 避著車銷罰單 這次桃園是交通隊的做法呢 卻是直接說機器有經過檢驗合格 然後廠商檢查也是合格 而且在這邊騎到均速142是有可能的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落差呢 我個人覺得啦 和被誤判的車有關係 因為這次被誤判的呢 是一台 重機 這起事件發生在2月25號的下午4點50分左右 案發地點在台山縣龍潭50.5K龍心路口 到51.7K健康路口是一個南下的方向 那該路段幾乎沒有什麼重大事故紀錄 可是桃園市交通隊說 為了降低事故發生率 所以正式啟用全車速 限速60公里 然後今天的主角是一台 2019年式只改了一支排氣管尾段 動力並沒有大幅度改裝的倒叉版R3 不是之前網路上謠傳的MT-03 為什麼這次桃園市交通隊就直接否認到底呢 原因我猜有三個 第一 如果是短時間內發生兩起驅驗車速失準事件 這個輿論其實很難被壓下來的 第二 是這位撤壞車主 他的行車記錄器已經被複寫了 沒有證據證明他清白 第三 是因為 他是重機 很好摘張 我知道這樣聽起來很扯 但是你從交通隊回覆的內容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要是交通隊這次就是硬著幹就對了 你看到他們回答說 在這邊騎均速140公里是有可能的 好吧 如果你是騎600cc以上的仿賽或接車啊 我相信不要命一點的話絕對可以 但是今天被派的這台呢 是一台幾乎全原廠的2019年R3 你要這種幾乎原廠的R3 在這邊搬到這種速度 更可怕的是 你還會看到一些二輪車友 居然是站在支持R3 是有辦法在這一段做這個速度的 有些就是說 那一段他之前長騎啊 或是說 他之前騎過NT13啊 就算是NT13 要在這邊做到均速142 也是很簡單的事情 或者是像Moto7的戰長說了 你做不到不代表別人做不到啊 之前你覺得啊 那之前這種明顯就是要把醉 抹在二輪頭上的行為 居然還會有二輪車友表示認同 而不是同學敵開的 拋口一直向外 真心覺得蠻慘的 難怪台灣的二輪路權無法提升 好問題來了 為什麼我會一直強調說 我覺得這個成績是用於套R3 是無法辦到的 首先我們先來看他的方案 說愛車主呢 他是由北向南騎 那邊是上坡路段 以山坡土地六級來看 平均坡度5%以下的呢 算是平坦 那區間車主起點的海拔呢 是239.9公尺 那終點呢 是294.4公尺 換算起來呢 就是5.3%的平均坡度 屬於所謂小起伏的地形 對於小排機上車種的性能 其實就會有一定的影響 那你從地圖上看 好像會覺得這是一條一直線 但是實際起的時候啊 光是剛過區間起點的那個左彎 就會是一個 讓你看不到出彎點的盲彎 你如果說要只有我說我是台中人 講什麼龍台台山線 很抱歉 我當面最後一年呢 都是在龍台度過的 當我163棟方架 騎車到那邊也差不多165棟 到腰拐洞洞 你知道那時候那邊的車輛多誇張嗎 那個時候 你除了碰到三大班車草 還會碰到接水扇下課的家長車草 就算你從紅燈做出完美起步 很抱歉 那邊的路上啊 你還是會碰到一堆慢車跟卡車打的路上的 接著 區間測速測的是均速不是時速 均速1402公里是什麼概念 就是你一進區間 就是要用1402公里的速度 然後過程不可有任何低於時速1402的機會 然後呢要一直維持到出速期間 這樣才有可能做出所謂的均速142的時速 你要一台原塔R3 辦得到這麼厲害 可能嗎 那為了你驗證這件事情 有一位騎通款R3 那不願意曝光的南部車友 跟我聯繫說 他有一個很好驗證的方式 就是用他的車 找了一條安全 不會被干擾的大直線 全用門加入測試 測試的方式 是從時速90到100開始按下測試鍵 模擬帶的速度方式 衝過區間起點 接著我們再來看 他通過1.2公里的時候呢 平均時速是多少 成功在是多少 希望你要ני相彈 一球人放 Pop 爛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原產R3在通過1.0公里的瞬間 做出了均速138.3公里的速度 通過1.2公里的瞬間 他做出了均速112.1公里的速度 救援在平地完美無測大直線進行測試 三趟測試是有這趟做出 在1.2公里達到142公里的均速 你們怎麼會相信原產R3 在緩上坡的路段做出142公里的均速呢 而且雖然說我知道用手機GPS測試的多少會有點誤差 但動你來了 我是用1.2公里的平均速度效率測試 才讓原產R3勉強做到142.1公里的均速 可是罰單上面的車速距離是1021公尺 也是1公里再多一點點 我們來看一下1公里時的速度 不管是順風或逆風 是完全辦不到的 這個已經不是說什麼是誰下去騎 辦得到的問題 而是車子本身的極限 就連在極架的條件下面都辦不到了 說辦得到的人啊 可能都會和那種漫畫一樣 就是有那種可以激發車子超能力的鬥氣 然後它可以讓車子突破它的原產極限 要不然在平地辦不到的速度 你上坡就辦得到了 這不是超能力這是什麼 這樣子的邏輯 就算是要假掰自己是理性知識分子 不會隨著大眾喜好而跟著鬧 然後藉此表達自己也是高尚道德的人士 也不是這樣子的吧 你高尚也是要帶頭腦的吧 不是說我逆風就是我知識分子耶 你以為真的是你自己眾人皆罪我獨行嗎 錯了 事實上啊 應該是眾人皆罪你喝藥吧 為什麼今天我這麼生氣 就是因為今天區間測速 就應該是要不分車種輪數 全民同仇敵開運對抗的東西 結果今天二輪族群就已經不團結 還會有人不去思考區間測速的合理性 然後想要跳出來當個甲工老婆 一直鑽肉腳尖地說 想要辦法證明說這個死數是真的 就已經給你用最直接的方式表達了原廠R3 就在最完美的順風直線狀況下 也沒有辦法在1021公尺的範圍內 達到140公里的均速 然後你還會看到有人說 啊 教室在跳針說是騎人的問題啦 這個不是說你問哪個厲害的車手 他覺得搬我搬擾的問題 而是車輛本身極限的問題好嗎 你今天給個MonoGP世界冠軍 去騎一台Vino小50 水冷是贏的Vino小50 就有辦法讓這台Vino小50 突破極限了嗎 它可以突破10數百公里了嗎 不可能嗎 頭腦 頭腦很重要 都已經在被勝負二稿了 你還會有人想辦法證明說自己的外理是對的 只因為姜子說他不行 是有屬你車手的名譽嗎 還是你想要捍衛你自己愛車的性能名聲呢 這也難怪政府就有機會去抹黑二輪 就是錶 也導致了台灣機械路權 一直處於一個亂七八糟的狀態 我甚至沒有想到 不管是四輪的二輪 都很痛在區間車速 但是我們今天區間車速失準 當我炮火全開準備對上交換部的時候 第一線站出來擋的 居然是二輪騎士本身 為的是什麼我不知道 面子嗎 看到這個結果其實我只能慶幸 今天區間車速打到的是一台R3 如果今天打到是一台R6 或是排行量超過600cc的後排動車 很有可能發展的狀況就是 車主本身如果沒有現在記錄器的影像 來佐證自己沒有超速的話 當他打聲速的時候 幫助警察不會伸出最大的助力 就是那一群認為自身實力非常有意的騎士 因為他們說他們搬不到這個速度 就像是對他們一種侮辱 老二可以沒有30公分 一夜也不用射騎士 可是跟他說搬不到平均十足140公里 就是一件讓他顏面掃地的事情 所以為了面子一定要力挺軍車速到底 避免讓他覺得說他的車跟他的人 沒有辦法跑這麼快 回過頭來看這些事情 既然我們都知道說 R3這種條件上面 沒辦法達到均速142公里的速度 那是不是陶淵士交通隊 你們應該出出相對應的回應呢? 丟一個機器合格 然後你們覺得均速可以142公里 就想要打發掉了嗎? 哇靠 真的有這麼簡單的話 當初D2幹嘛還要花那麼多錢 去改什麼打歸號 直接騎桃園市交通隊的人去開就好了 對不對 原廠TT蹦林寺 就可以電視機這次貴的告訴你 台灣不只有快車還要狠人 是在跟你FIE認證 是在跟你用什麼車牙 我們有台灣認證的區間測速 國家認證的告訴你 這樣就可以跟你電到賣賣賣賣 告訴你 好啦玩笑話各位玩笑話 現在車主提出申訴了嘛 那陶淵士交通隊 你們是不是該出來面對一下呢? 那看一下單位使用注意事項第六點 矩陣的存檔影像和相關紀錄 是必須保存的喔 請問一下 是不是可以公佈一下當時的畫面呢? 證明一下這台R3 是怎麼辦到均速143公里的啊? 而且你有這麼嚴重的超速案例 為什麼不見貴單位把所有畫面公開 當成一個完美的案例宣導呢? 反而就只是對媒體秀了一張 7點Pride一閃了過的畫面 然後它的時速還沒有比旁邊白牌車快多少 是說連白牌車都可以均速140公里了嗎? 我們實際檢視一下這個影片的問題 7點框框實際測量的長度呢 是5.1公尺 感謝展的分享天地到實力引擎測試 透過警方出示的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 用畫面隔放的方式來看 這台車通過7點隔的時間呢 用秒數來看 大約在 0.1833秒左右 然後呢通過5.1公尺 換算出來的時速 大約在100公里左右 當然 這距離平均時速 112公里還很遠嘛 可是這只是一個粗略的計算 因為它的畫面並不完整 我敢說實際速度一定是更慢 因為你可以看到畫面中的R3 其實它根本還沒有騎到完整的一格 不過沒關係 我免費大放送 直接無條件進位 拿一格的數據來算 可是請問一下警察大人 最關鍵的終點畫面呢 就這樣消失了嗎 你們就這樣子 不明不白的 要把一個人的車牌給扣了嗎 所以最後 奉勸各位行進驅煙車速價值的人們 一定要把你們當時的行車記憶檔案鎖檔 因為就像我說的 驅煙車速就是會隨機 第一 不定時 無預警的發生誤判 而且什麼時候會出包 沒人知道 而且非常陰險的就是 明明是即時連線的取締方式 可是卻要花將近一個月 或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才會舉發自然 這個是想要賭那個被開單的人 都沒有保存行車記憶器的畫面嗎 你知道啊 我就很想要問 除了北宜之外 還有哪一邊 是因為發生豎起行中事故 才要裝上驅煙車速 只有我目前看到的 區間測速很明顯的 就是為了要搶髮精才設置的 跟交通安全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說限制一台車速度的自由 能夠換來安全 那我請問你一下 一年被超速撞死的人多少 那和超速比起來 被酒駕撞死的人哪個比較多 2021年台灣人被酒駕撞死的人數 達到了318人 這個比例啊 已經佔了全年交通死亡人數 接近10%的比例了喔 那我們怎麼沒有看到政府去限制 在非住家處喝酒的人的自由呢 反而是為了那個小小 3%不到的超速造勢率 來廣設驅煙車速 然後失準了還想要裝傻糊過去 你真的覺得這樣子是有公信力的行為嗎 照我眼裡啊 缺冊測速這類的科技執法 就只是那些靠我們納稅前養出來的公務員 不想浪費時間管理 就是想要增加地方財政的賺錢手段吧 所以最後 我是教士 請各位駕駛人 不管四輪還是二輪 行車記錄器一定要準備 它除了可以讓你在出交通事故的時候有證據之外呢 也可以讓你在經過區域測速的時候呢 留下他們不准亂看你的罰單用來自保的證據 但是記得 經過之後一定要鎖擋 要不然你就會和這台R3車主一樣 除了被政府黑之外呢 還有可能 會因為說這台車跑不到這種速度 會傷到一些人的責任心 轉而變成是一群騎士毛錢 要去證明說你辦得到這個速度 唉 好吧 謝謝各位 拜拜 拜拜